利品回國白宮的川普 在歷經了大選辯論 槍擊事件 還有拜登退選之後 他現在的審視非常的高 那針對川普如果執政 可能會對股會債事所造成的影響 我們今天請到了群意投信經濟經理人 向思穎來為觀眾朋友來解析 經理人你好 拜登宣布退選之後 雖然川普獲勝的機率 似乎稍微的下降了 但還是超過六成 可見外界認為呢 情勢還是對共和黨比較有利的 那如果川普成功的贏得了選舉 您覺得會對美股大盤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那他的關稅政策 會不會衝擊到美股 有哪些類股 可能會因為川普回鍋白宮 而明顯的受賄 我想市場最關心的 還是萬一川普當選了怎麼辦 那包括他揚言要對 所有的進口關稅 進口產品割10%的關稅 那我對於川普萬一真的當選 是不是真的會對美股不利啊 我認為這個不一定 首先是第一個是他的偏好 減稅的政策是有利於股市的 那第二個大家最關心的關稅 其實我們觀察川普他過去的行為 他的就是徹底的去貫徹 他的核心思想就是美國優先 那因此我認為他比較有可能是把關稅 去當成一個談判的手段 去為美國爭取更多的利益 那例如說哪一個國家 如果你願意提供給美國 更多的互惠條件優惠的話 我可以給你豁免10%的關稅 那再來就是過往 其實往往你在競選時的一個 口號政策跟最後政策 實際的執行是會有落差的 那例如川普在上一任的時候 也是有這樣的現象 他當時也是要揚言說 我要對墨西哥克全面的關稅 然後把工作機會帶回美國 那最後的話 他是沒有對墨西哥這麼做 反而他是利用 對於墨西哥的這個威脅 然後重新的去談判了 美加自由貿易協定 變成新的美墨加協議 那讓美國 為美國爭取了更多的好處 所以我認為關稅其實 他真正的目的是 想要為美國帶來更多的利益 讓美國的經濟更繁榮 那是不是會對通膨死灰復燃 很多人會擔心這個現象 那我覺得也不一定 那包括前面提到的 他不一定會全面這樣做 而且他並不希望 客觀稅讓通膨死灰復燃 因為畢竟川普 他是偏好低利率政策的一個 一個擁護者 低利率的擁護者 再來就是他在這次的辯論當中 其實他第一題攻擊拜登 就是攻擊他的說 你把通膨搞得太高了 所以這並不是他所樂見的一個環境 因此我覺得投資人 其實也不用自己嚇自己 那萬一真的到最後客觀稅 其實也是一個分階段 四年一個緩步的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並不需要去過度的做一個擔憂 共和黨他就是比較偏向於說 金融監管會比較寬鬆 所以金融類股有利 然後醫藥的話 就是他們是傾向於去取消降低藥價 所以對藥廠有利 然後也比較支持一些傳統的石化能源等等 那至於說AI的話則是 一個大方向是不會改 不論哪一個政黨當選 其實這個方向都是要繼續走下去的 那接下來想要請教一下經理人 美元的部分你怎麼看呢 川普雖然希望美元表現弱勢 但是他的政策目前來看 都只會產生反效果 都會導致美元的升值 那另外一方面 聯準會議很可能在9月份要開始降級了 為美元帶來貶值的壓力 在這兩大因素的影響之下 那您認為美元接下來會升值 還是會貶值呢 美元應該會繼續維持強勢 主要有三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臨近大選的時候 這個不確定性呢 因為美元本身就是一個避險資產 所以有一個避險的需求 那第二個呢 是雖然我們前面提到說 川普他並不一定 他的關稅會去助長這個通膨 但是基本上他是貫徹保護主義的 那保護主義還是會讓美元走強 那第三個呢 是因為美元指數 它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它是相對於其他的一籃子貨幣 那在這個一籃子貨幣裡面 比重最大的還是歐元 歐元有超過50%的比重 那觀察歐洲的話 近期局勢不穩 再加上歐洲的經濟疲弱 因此歐元判斷應該是會持續走弱 就會造成美元它仍然是相對維持強勢的 所以綜合以上三個原因 我們認為美元應該在下半年 仍然是維持相對強勢 那美國公債的前景 其實同樣也都受到了聯準會的政策 還有美國政局這兩個因素的影響 那聯準會啟動降息 會帶動美債的殖利率走跌 價格會反向上漲 但是川普的政策 又可能會推升殖利率 那針對接下來到年底美債的走勢 想要請教一下您的看法 美債的利率主要還是受到 美國的經濟成長通膨 以及聯準會的政策方向所左右 那雖然說大家一般市場預期說 川普他可能會助長通膨 導致利率在往上 不利於債市 但是這件事情 他不一定會真的發生 並且其實最後 因為畢竟川普他的核心思想是 他想要振興美國的經濟 對美國的經濟是好的 那再來是就是實際他的競選的狀況 跟最後執行 跟實際上事況會怎麼樣 其實這個最後都是有待觀察的 那還有一段時間 那第三季呢 影響整個美債殖利率的最主要 還是在於美國的經濟跟通膨 那近期的話 美國的經濟成長跟通膨都日益放緩 因此九月降息這件事情 應該是目前機率是蠻大的 所以我們認為其實在年底的時候的 美債殖利率應該是有望 比現在的水準要低 只是說到了接近年底的時候 因為臨近大選 就是到時候可能會有很多的雜音 跟不確定性出現 導致於美債殖利率會有一個震盪的環境 但是就站在投資的角度而言 其實看投資人的風險屬性 其實屆時 其實美債的話 它提供一個資產保護的作用 它的可能會 股市在大幅波動的時候 它可能會提到一個降波動的作用 以及就是對於投資人的話 會有一個資產保護 以及固定收益的 穩定收益的一個效果